今晚的挑战者是 杜晓天 安静 今晚的力图 依然是恒天道场的小子 杜晓天 今天晚上依然是势军力敌 一场风争舞斗的比赛 大家赶快抓紧时间下注吧 好 你知道我在这里打败了多少中国人吗 哼 打完这一场 你就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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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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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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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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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你下盆不了 你装他下盆 快 助理他的腿啊 助理他 助理他 能起来吗 什么 啊 能起来吗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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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廷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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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打了一台的事情 你千万别跟我师父说 你放心吧 我不会的 还有 那个 我上次跟我媳妇说 那些赢来的钱 都是你给的 到时候你去我那儿 千万别说漏嘴了 我什么时候成统裁住了 不会的 放心吧 拿 请 大师兄 吴大哥 师父 吴大哥来了 师父 有师父 这是给您带的茶 朱廷 练上的伤是怎么搞的 那个 我昨天跟吴大哥出去喝酒 摔倒 住口 师父 练了这么多年 我还不知道 这点伤是被人打的吗 你以为你们做的好事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去打呢 眼里还有我这个师父吗 师父 我错了 有师父 请你不要责过小田 你责怪我吧 是我的错 我没有拦着她去打擂台 但是 她媳妇脆脆已经怀孕了 没有钱去买补品 你责怪我别责过小田了 行吗 是师父 师父 你就原谅小田这一次吧 好吧 你们都起来吧 我知道你们不是城墙好胜之徒 以后不要去打泪了 你跟我来 快去 那你干什么 这些大洋拿回去用吧 不好 师父 我不能要 拿回去吧 所以对身体不好 师 师父 这钱我真的不能要 请相信我 我以后不再去打擂台了 那也好先放在我这儿 用得着就来取 打擂千万别去了 我知道了师父 没事了 那你就先回去吧 是 怎么了 不服输啊 是我想拜教 公开 昨天赢了二十块大洋 挺肯心吧 现在我们大师兄要挑战你 我告诉你们 我答应我师父 我是不会再去打擂台了 怎么啊 赢了钱就想跑啊 没这么便宜 我有办法让你上擂台 你最好识相一点 到时候 别怪我没警告过你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我们想怎么样 你看这办吧 我才能不能够 前两天恒天道场的人找我 说他们的大师兄 要挑战我 你赢战了吗 没有 我既然答应师父 就绝不能实验 你这么说太对了 我告诉你们 就算打赢他们大师兄 他们还会找他们的师父跟你打 这泥潭你逃不出去吗 这个我明白 说实话 这帮浪人真是欺人太深 小天 你要是想教训他们 随时随地来找吴 不用了 吴大哥 我不会有事的 来 完星的事不说了 干了 好 你们来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阿类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敢不敢健身我们大师叔的挑战啊 少跟我废话 我不是拒绝你们了 你们还来干什么 我来是想看看你会不会改变主意 我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你们马上给我滚 我告诉你 阿类的事情 最多再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明天我们再来找你 你要是敢再不答应 后果自负 明天如果你再不接受挑战的话 那就为你的老婆想一想吧